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去年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分享过一期类似视频 说过大家很多的赞美还有吐槽 秉承这一名搭配师应该为大家排油简单的责任 我就分享了最新一期的雷区视频 我看了一眼 时尚区还没有人分享过类似视频 所以这期内容还非常的热乎 当然了 这期视频中分享的十个雷区 都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如果你喜欢尽情的尝试 还是那句老话 喜欢这期视频的姐妹 不要忘了点赞说唱还有分享 你的分享呢会帮助我创作出更好的视频 那我们开始这期视频 我将这十个雷区分为了单品 材质还有配饰雷区 第一部分呢 我们来讲单品雷区 第一个 Ford Leather Fletters 人造皮革甲克 人造皮革甲克 它本身这个单品是没有问题的 而最大的问题出现在材质的选择上 如果你是钟爱皮革单品女生 你可以同时穿一下真皮甲克还有人造皮革甲克 你去对比一下 你会发现人造皮革甲克上升之后 它显胖显肿且分量感不足 本身皮甲克呢是很利落干净的一个单品 如果材质挑选的不好 反而让你整体穿搭显得邋遢 在Alex的秋冬秀场中 Bella Heady的身穿对件拉链双口袋甲克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单品案例 扩形呢简洁大方 版型呢利落有力 搭配白衬衫还有黑色的领带 整体穿搭是非常的有形不拖塌 或是在LV秀场中出现的大扩形翻领甲克 虽然这样的版型啊容易显得上半身 较宽较胖 但是好在它的皮质有质感 所以会让你的整体造型得到一定的加持 搭配灯性绒长裤 板鞋 休闲与质感兼得 更建议你将买几件快水上人造皮革甲克前 用来投资一件真皮甲克 一件好的皮甲克 是会让你搭配水到渠成 人造皮革甲克这个秋冬我们说弄 第二个不要选择的单品旅区 High Neck Dresses 高领长针之毛衣 这个呢本来我不准备去讲的 因为我预感很多人都会踩到这个雷区 毕竟它是秋冬优雅单品的乘客 但实在是看过太多学搭配同学 被这个单品穿成了五大郎 所以决定单独讲一讲 高领长针之毛衣在秀场看到是 非常的优雅宜人 能穿好这样的单品 一个是模特身材确实出众 另一个是多数模特 都是穿着高跟鞋去驾驭这样长针之毛衣 那驾驭这样的长针之毛衣 它对大家问题是什么 就是它完全吃掉我们脖子的比例 本身像这样长针之毛衣 就已经把我们的下半身给盖住了 然后我们的身材呢 可能又没有那么的S型曲线 所以穿上去呢基本上是一个H型 那脖子就成了我们唯一能调整比例的地方了 那高领长毛衣刚好吃掉这一部分 所以才会让我们整体穿搭显得非常的胖 非常的矮 是达不到你心目中想要显高挑的一个效果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这样的单品 我更建议你将高领长针之毛衣换成圆领 或是V型领 首先把我们脖子的这样的距离留住 其次将它的下半改为能露出一小腿的二分之一 露出脖子还有小腿的长度 就足以你调整长毛衣的比例问题 第三个别追单品 Ubstract Sweaters 不规则毛衣 这个单品呢我在初中就刚买了件 非常非常的喜欢 但不推荐你选择的原因很简单 它的搭配度是成问题的 不规则毛衣本身的设计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它在身部或是在左骨两侧 还是在腰部做的镂空挖动的处理 随便搭配个半裙或是紧身牛仔裤 就能非常的性感有魅力 但是它在深秋还有冬季穿着时 就会面临大非常多问题 第一个不规则毛衣都是在天气还会变凉的时候穿的 所以它在设计上并未考虑到像深秋 还有冬季的一个需求 所以当你简单的套一个夹克或是西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在身部或是腋下 或者说在肩膀处没有那么的服贴和舒适 这个时候设计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第二个不规则毛衣为了设计还有身形展示 通常都会在身口还有腰围处做挖动镂空的一个处理 在深秋还有冬季的时候 就显得预寒性没有那么的好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趋势 更建议考虑一些将镂空啊挖动处理 放在一些小细节上 比如说是在袖口和领口 这样小细节处的挖洞既能够满足你设计上的需求 同时也能够提高你的预寒性 当然了这样的单品它的补梯还有舒适度是更好的 所以我们在初中选择单品的时候 不光只是考虑到它的设计 它的美观性 同时你要考虑到舒适度也很重要 第四个单品类区 Ultra Crestri景深胸衣 这个单品趋势呢 其实已经出现过非常多季了 但其实我很少在一个女生的衣柜中 看到这样类的单品 这个单品呢固然是非常具有搭配度的 但它对于身型还有搭配的要求有点高 有些单品呢它只要求搭配 有些单品只要求身材 那紧身胸衣呢两者兼具 我们先来说它对于身型的要求度 在秋冬多数紧身胸衣嘛 都是皮细啊或是针织 是比较紧的 那你在搭配的时候 包裹在你的针织毛衣啊 或者说衬衫外 是能够紧紧展现出你的真实身材的 如果你的上半身较为丰满 那穿起来呢就会有视觉显肿 显膨胀的一个效果 当然了你可以套一个西装啊或是大衣 能够稍稍缓解这样的问题 其次搭配度 像紧身胸衣这样的单品 它是需要非常fit的单品去呼应它的 比如说你的内搭的薄针织衫或衬衫 是版型要合体 修身且下脚要刚刚好 能够和胸衣一样 视觉收窄你的腰围 裤装版型呢是要利落干面的 配合你胸衣收窄的这样的特点 去修饰你的跨度 所以如果你不是对这个单品非常的狂热 可以尽量绕拍这个趋势 选择一些更易上手的单品 比如说秋冬的一些针织的吊带 针织的背心 这类单品呢虽然没有紧身胸衣 可以把身材修饰那么的fit 但同样能够起到叠穿性感的一个效果 接下来呢转场到材质类区 第五个latex looks 漆皮材质 漆皮呢这个材质元素 在数场中还是挺常见的 但在日常生活中呢是很少见的 它最大的问题呢就是 容易显廉价显质感差 在SALAN HOME的秀场中 高瘦的模特穿着漆皮黑色长裙 净显优雅华丽 或是用胸衣搭配黑色漆皮长裤 长靴外套双排够西装大衣 俐落又行 但是来到现实搭配生活中 最大的毛病是 它容易显得你整身搭配质感很差 在秀场中如果没有打光 没有模特的身材 没有高跟鞋的加持 一单看漆皮单品 它就是会存在质感简单的问题 一是它与你秋冬多数单品都格格不入 你衣柜中很难找到能够跟这个元素呼应的单品 二是我们多数人秋冬的衣柜 配色是比较稳的 那你贸贸然去搭配这样的一个光格度 非常强一个单品的时候 就会让你整体穿搭质感显差 所以如果你衣柜中没有充足单品可以够选择 尽量避开这个单品 第六个材质类是 Soft Ruffles花边材质 这个材质并不是精年才大热的 在模仿上已经出现大量繁复设计的 花边衬衫或是花边罩衫 这样的材质单品本身问题不大 这次我不推荐的很多类区 都是因为不符合现在的一个季节 在深秋或是冬季 我们内搭单品要尽量的服贴舒适 那像有繁复花边设计的衬衫或是罩衫 你穿在西装或是大衣内 就会出现在领口 包括肩绑处不服贴的一个问题 本身西装是非常利落干净的单品 你穿一个非常复杂的内搭进去之后 反而破坏了它整体的一个版型 其次夸张的花边设计 只有在你早秋单穿的时候 才能看到设计上的一些巧思 那你用一个大衣直接照上后 不仅是遮盖了这样的一个设计感 同时也会让你上半身穿搭显得繁复零乱 想要选择这样繁复的大面积花边设计的衬衫 还有罩衫的朋友可以先等一等 我们可以转而将这样的一个元素 用在领口或是袖口上 既强调它的设计感 同时也能保留秋冬内搭的舒适服贴性 第七个才是得去Shining Things 闪亮彩制 考大家一个问题 就像闪亮彩制 这样的单品最大难点是什么 知道的朋友可以敲在弹幕上 一般来说像这样比较闪亮明亮的材质 一定不可避免的会有视觉膨胀感的一个问题 搭配这样闪亮材质的时候 一个我们用蓝搭元素缩小化的方法 将它放在包款鞋款上 第二个我们将它与五彩色系有机组合 例如用银色的连身裤 内搭黑色的针织衫 黑色的长靴 用沉稳的黑色系 压住明亮的银色系 整身搭配不会显得很轻飘 反而显出色系的平衡感 最后千万别追的配饰了一句 第八个Bright Bags 明亮色系的包款 在秋冬选择明亮色系包款 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搭配选择 但这里说的明亮色系包款 是指那些你明知道自己可能用不上 但是你就是想追踪一个趋势的 所谓的当下的比较有型的明亮色 像是今年某宝上有型的电光蓝色紫色 确实色彩明媚耀眼 但你要考虑到 它是不是能够在你衣柜中持续使用 我更建议选择一些暖调的明亮色系 像是橘色 橙色 黄色 这样暖调明亮色系不仅仅是你秋冬 这个时候能够用 你在夏天的时候仍然能够搭配使用 第九个 Kako Pants或车裤 其实就是工装裤 在户外风流行的小某书里 我会发现很多女孩子都会这样搭配 就是用低腰的工装裤搭配较为修身的运动拉链夹克 穿一双萨罗蒙 或是其他品牌的复古老爹鞋 够萨够好看 但作为造型的事 我的一个小毛病就是 我总是会思考 到底有多数人能不能够去借减 那我会发现有两个点 可能并不适合普通人去借减 一个是像这样的工装裤呢 它的腰围是较低的 所以如果本身你下半身比例 可能较短 或是你没有搭配一双合适的后底鞋 基本上你下半身比全部被吃掉 我还是那句话 喜欢这个趋势尽情尝试 第二点是能像这样看似随意 轻松 慵懒的运动穿搭 其实花了非常多运动巧思的 你在配饰上 发型上 你在上半身拉链夹克单品的选择上 都是要花一定功夫的 所以如果你是搭配新手的时候 很容易穿成 你随便出门大拉筋的那种休闲家居装 如果你要选择它 我更建议选择高腰直筒的卡其裤 可能没有这样卡扣派 那么宽松 随意慵懒的感觉 但是它会更适合你身心比例 而且你搭配一双老爹鞋 后底的复骨鞋 或是马丁靴 同样能够有户外风格的穿搭效果 第十个配饰里区 卡车司机帽 在秋冬嘛 天气又冷 然后又不想搭一步吧的时候 宽衍帽确实是很好的一个配饰选择 但是要注意 它的帽底不能够过高 帽底过高呢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卡车司机帽 它一个问题呢 就是首先容易显得你头大 它无形中就增加你头部的一个体积 如果你是圆形或是方形面 就会显得你下巴很短 下巴一短 脖顶的比例就被吃掉了 所以大家在选择合适的宽衍帽的时候 尽量呢就选择像这样 它的帽顶呢是比较正常的 帽颜的宽度呢也是刚好的 就会显得你头部比例正好 本期视频呢就到此结束了 一共十个雷区 我不信你每一个都会踩中 当然踩中的朋友不用担心 可以分享在评论区 或是你有最近的一些 秋冬搭配上的问题 也可以留言在评论区 我会在看到第一时间感恩回复 想要学搭配呢 可以直接看我的个人简介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